从小到大,我们庆祝国庆日的时候,不外乎就是画国旗,参加甜色比赛, 却没有想过国旗也可以以马来西亚传统食物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 斑兰糯米糕也叫Surimuka,是用糯米、斑兰、椰浆等食材制作而成的一种凉热糕点。 Surimuka的中文意思是漂亮的脸庞。 这个凉热糕店也被列为马来西亚百大食品银产之一。 为了欢庆马来西亚独立65周年,NC Baker Studio的创办人黄玉清就发挥了他的创意, 将斑兰糯米糕做成了国旗的造型。 当我一直到要做这个马来西亚国旗造型的时候, 我一想到就是想到这个Surimuka,就是双式糯米糕, 这个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传统糕点。 我们马来西亚人民家家户户, 差不多每个人都有评赏过这个传统糕点。 当我们做了这个造型过后, 我们也可以让更多马来西亚人认识我们马来西亚的传统糕点。 因为马来西亚国旗日,我们就是要庆祝马来西亚的节日。 所以我想以一个马来西亚传统糕点来做这个造型, 比我们用西式甜品来做的更有意义。 斑兰糯米糕是一种双层的凉热糕点, 分为糯米层和糕体。 制作糯米层需要准备糯米、椰浆、清水、盐和斑兰叶。 而制作糕体则需要准备清水、芋泥、糖、木薯粉、 面粉、盐、椰浆、斑兰叶和天然色粉。 红色、黄色和蓝色的天然色粉加上白色的糯米, 就形成马来西亚国旗的四种颜色。 来自霹雳美罗的黄玉清, 从小在母亲的耳濡目染之下, 对烹饪和烘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善于研发各类糕点。 国旗造型的凉热糕在她的巧手之下, 未曾经历失败。 这个是第三车。 我有试过用烘焙色素来做, 然后再用天然色素来做, 然后我们有比较一下它的颜色, 有没有说跑掉, 还是说有什么差别。 然后我还是决定了, 用这个天然色素来做。 烘焙色素, 无论我们是用蒸的, 或者是用烤的方法来做这些糕点、 饭糕, 它是不会跑适。 天然色粉, 无论是我们拿来蒸又好, 或者是烤又好, 总之是经过高纹, 它的颜色一定会变色, 会变成更黯淡。 如果是不想看到作品的颜色前后不一样, 它们通常都是使用烘焙色素, 但是如果是我们说比较注意健康的话, 我们通常会选择用天然色素来做。 这四种颜色我就是用那种天然色粉来调, 然后全部就是有黄色, 深蓝色, 产直色, 然后就是一个红色。 黄色象征国家元首和各州的同志子。 深蓝色代表马来西亚人民团结一致。 红色代表马来西亚勇以捍卫主权 和勇敢面对挑战。 白色象征马来西亚纯洁和美好。 推崇健康饮食的它, 时常在钻研食谱的时候更改食材。 不仅仅是为了健康, 更多时候是为了对某些食材过敏的人 或素食者, 让他们也有尝到美味甜品的机会。 这次我做的这个是素食者是可以吃的, 因为这个我没有加鸡蛋, 我用芋泥来代替鸡蛋的那个口感。 做这个糕点前期准备功夫就是, 其实只是糯米那一部分是需要时间, 因为它需要浸泡四个小时。 所以浸泡了四个小时, 当我们在蒸的时候, 它会缩短时间, 会比较方便我们操作。 其他部分的, 例如我有用到芋泥, 芋泥其实蒸熟了也需要过筛, 只是这两个部分会比较难做一点。 然后最难的就是我们开始要组装, 然后我们要切割它的造型。 看似简单的糕点之作, 其实里面也藏着大大的学问。 被称为老师的他, 从不吝啬分享自己对于烘焙的知识, 尽可能地排除有兴趣学习烘焙的人, 因经历失败而退缩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食材的比例, 例如我们的水分, 就是不要过多或者是过少。 如果过多的话, 它会影响到这个糕点非常的软, 切的时候会有难度。 如果过少的话, 这个糕点又会变成很硬, 所以它是影响到它的软硬度。 还有就是我们蒸的时候, 我们需要注意它的火候。 我们是要用中火, 用中火来蒸, 就是不需要太大也不需要太小。 中火它可以保持它的表面不裂开, 但是它可以在固定的时间里面蒸熟。 如果是小火的话, 如果我们在半途开的时候, 它不熟的话, 但我们再蒸, 它需要更长的时间。 就是因为我们开了锅盖看的时候, 因为热气已经散了, 所以我们要重新给它累积, 那个热气重新再给它蒸过, 变成我们要拿更长的时间去蒸。 如果我们用太大火的话, 它的高点它会爆开, 表面会爆开。 爱国的方式有很多, 热爱自己的事业, 努力成为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 也是其中一种。 黄玉清曾成为家庭主妇多年, 如今创业授课, 让更多家庭主妇学会烘焙后, 有机会能赚取一份额外的收入, 改善家庭和社会地位, 也让更多人能学习到一门手艺, 有能力自力更生。 我觉得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 多元化的一个非常棒的国家。 我们设为马来西亚人, 其实可以说是为我们的国家感到骄傲, 因为我们虽然是说我们是华人, 但是我们可以学到国语、英文, 也可以我们的母语, 其实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种语言, 然后也可以评想到各族, 不同民族的他们的美食, 然后他们的文化, 还有他们的美食。 在这里我祝全马来西亚人民, 国庆日快乐, 也希望我们的疫情快点过去, 让我们每个人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今天是国庆日, 我们一起祝愿马来西亚越来越进步, 越来越繁荣, 各族人民都能幸福安康。 前线视窗采访报道。 前线视窗采访报道。 前线视窗采访报道。